10月3日,火箭与灰熊进行一场季前赛,比赛一开始,火箭这边有点慢热,而灰熊也趁机将分叉搭开,可取到第二节末段,火箭这边在哈登的带领下展开疯狂的反复, 他们不断想分叉缩小,而且还很快将比分反超,最后,火箭更是131v115战胜回熊,由于这只是一场季前赛,所以本场比赛火箭主要还是以练兵为主,而想来保守的德安东尼在本场比赛也派出了13人应战, 还有的是,今年休赛期,火箭引进不少新球员,所以这场比赛也是火箭用来考察新球员的,今年夏天新加入火箭队的球员都基本上获得出场机会,除了耐克等员受伤之外, 而他们在比赛中也不负重哦,安东尼一共8中4,拿到13分4篮板2强断,卖强为6中5,高效的砍下19分3篮板2助攻, 克里斯4中4,得到11分4篮板1封盖,恩尼斯5中3,换了8分3篮板2强断, 卡伯洛克3中2,得到6分3篮板1封盖,这5名球员在首场季前赛的表现都可圈可点,一共联手砍下57分, 把懒了球队很大一部分得分,所以火箭今天能赢球,这些新员绝对是功不可没, 他们也是赢球功臣之一,莫雷修赛期的几笔操作都十分理想,而从季前赛首场比赛来看,事实确实也如此, 他们都在不同位置贡献自己的一份力,不过,这仅仅只是一场季前赛而已, 用一场来断定莫雷隐信的几位新员是成功的,那还是有点早, 而且在比赛中,安东尼等人明显还有点不太适应破坚这个体系, 所以来确定他们能否真的帮助的球队,那还是需要很多的比赛来衡量, 毕竟NBA新赛季是漫长的一个赛季,整个赛季下来,若安东尼和麦产威等人, 真的能好像第一场比赛那样高响,那火箭新赛季还是有很大机会夺冠, 而且这样保罗和哈登等主力,以挥的常规时间,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, 避免好像上个赛季那样出现不必要的伤病。